在世界各地 很多人只是将耶稣受难节 Good Friday当成佳琪 但是对这帮年轻人来说 耶稣受难节 是向观众展示他们的心血结晶的日子 How are we going to excite them? How are we going to activate their passion about faith? 在这个充满着新科技的年代 燃点起青年人信仰的心火 这个星期的《爱尚传》 带大家去看下这个超过200位年轻人参与 配以音乐和舞蹈的《耶稣受难》剧